每个城,的人口增长率和城,楼价的长期走势挂勾。 例如日本自1990年代开始人口老化,因此出现通缩,导致各地的楼价亦长期走弱,但东京,内著名大学临立。 每年全国各地都有学生到东京升学,毕业后,因为东京是政治,经济中心,工作机会较多,这些学生又往往会留在当地生活,逐渐融入东京社会。 这种人口增长是东京楼,跑赢日本其他城,的主因。 当然,能够吸引全国年轻人聚集的,必然是各经济体的龙头城市,例如人口老化问题在英美都不太严重,但是纽约和伦敦亦凭着本身的吸引力,以类似东京的方法聚集了年轻人,因此楼价能够长期高企。 部分最保守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地产的时候,主要集中在这些龙头城市之上,就是因为他们往往长期跑赢全国整体的楼市,而三线城市缺乏大都会的天然吸引力,就需要各出其谋,争取年轻人。 例如拉斯维加斯在1990和2000年代,因为科技业发展蓬勃,就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移居当地。 在上次金融危机之前,楼市表现非常优异。 又例如澳洲的帕斯市,在2000年代的矿业上升周期经济扩张极快,政府收入大增,当地政府就把刑如投资到基建和大学学位之上。 以相对便宜的学费吸引亚洲的留学生,近年到帕斯出差,偶尔会碰到懂说粤语的年轻人,不少都是来自香港或马来西亚。 不过,并非每一个中小型城市,都可以遇上拉斯维加斯或帕斯的经济扩张期。 而且中小型城市也要面对人口外流的问题,不者在加州的二线城市独高中,全级头十名的同学,只有一位仍然留在当地。 其余的都搬到诸如三凡。 洛杉基及西雅图,因为哪些城市工作机会较多,比较容易发展。 二三线城,不能受惠于人口流动。人口增长率就必须依靠该,的出生率。 因此,观察每一个城市的自然出生率,其实亦可以看出城市的活力。 好像过去几年,山东省的出生率就居全国第一。 当地评论认为主因是山东省的生活指数相对其他沿海城市为低。 是当地经济活力较高的佐证。 因为城,密集度,小孩支援服务,甚至气候等因素,都可以影响出生率。 所以比较不同城,的出生率,只能看出个大概。 但是观察单一城,在不同年份的出生率,却能看到,民的信心变化。 信心不足,情侣或会延期结婚,身婚夫妇又或会延迟生育,都会降低单一年份的出生率。 近几十年以来,2003年是香港出生婴儿数目最小的一年。 就可能与当时经济环境困难。大家信心不足相关。 2003年之后,香港经济逐渐走出谷底,婴儿出生数目也稳步上升。 近年人口老化渐渐成为东亚各经济体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 在这环境之下,观察每个城,的出生数目变化,也许可以更了解当地的信心变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